如果想要查自家的水源好不好 過去呢 可以上這個飲用水管理的網站來查詢 但是四號晚上 卻傳出被駭客入侵 四號晚上點進去 飲用水管理網站的首頁 映入眼簾的就是 鮮紅的五星旗 一連五面旗幟非常醒目 高雄市環保局在晚上八點多發現 立刻關閉網頁 到五號中午之前 網頁都還沒有恢復 立即派員到伺服器那邊去看一些資料 那經我們出戶研辦 這個入侵的IP是來自於境外 駭客駭進了高雄市政府 飲用水管理網站 這個網站除了可以查詢 用水管理法規 和相關的業務說明 和民眾比較攸關的是 會有各項水質的檢驗結果 民眾可以知道 住家附近的水質情況 現在被駭 外界擔心是否的資訊安全 有沒有問題 沒有任何的資料的這個遺失 各治安的一個作業上 也要求相關的產商 這個二十小時監控 這個網站上基本上 他是使用開放原始碼去做的 開發的公司一定了解 相關的城市漏洞 十幾個小時 網頁都還沒有恢復 主要是為了把內部的城市 補破網加強防護等級 市府所有的網頁 也要同步檢視 避免中國五星期癱瘓網頁的情況再發生 小燃雄 胡錫英 何振鳳 高雄報導 我們在一起 港版國際衛生 半世紀 更好的 芬林 等於 這一個 比如說 我們在一起